大家好,今天要玩的GTA Online 今天就是10月17日 WARSTAR又推出了一架新的載具 讓大家去購買 買新車之前就看看 今個禮拜賭場裡面的台上載具 這架就是黃蟲 出了沒多久 大家記得過去好運轉轉 看看自己抽不抽得中 現在就看看今個禮拜的新載具 今個禮拜這架車就是 在南星安地列斯超級汽車網購買 就是這架威尼王朝 價值四十五萬 總共四個人 說到這麼多 馬上再買回家 都放在我的夜總會車庫上 那我的王朝就送到車庫 先看看第一身 肥肥肥的也挺有趣 很明顯是一架經典跑車 看看它的內籠 它的內籠也挺特別 現在拿它去改裝 最後就是這架機 我把他打開 現在拿回家 會不會太離譜 沒有 不然它會不會是下載 你的內籠也會不會太離譜 如果它打開 那些衝突 有些衝突 我和他打開 後保險桿 跟前保險桿一樣 每天有子彈在後面 再加上子彈 擴充保險桿 我可以再加上保險桿 最後這兩個不太漂亮 我選這個 引擎改爆它 排氣管 這個 擋板在哪 擋板在後面這個位置 好像不太漂亮 我選擇這個 水箱護罩 又是有子彈 王者無敵 我選這個 引擎蓋 我選擇這個 我比較喜歡這個 我選這個 喇叭 哇 車燈都改了 加上底燈給他 做個 黃金魚的底燈給他 既然是王朝這輛車 塗裝 這些火焰的塗裝 這個是想怎樣 這個很噁心 這個也是想怎樣 這麼抽象 我選擇這個 超車請 巴鵝 什麼 算了 不加塗裝 這些塗裝都不漂亮 車鏡 哇 車鏡也有這麼多選擇 用第一身體會不會看得清楚 多一點 轉回第三身 我選擇這個 圓形的車鏡 車牌也是改名 噴漆 噴漆改什麼顏色好呢 這輛車 本來想游金色 但你想想 還是不好 游啡色好像比較好 那輛車 哪隻失敗呢 給這個吧 朱古力 巧克力 不如就 然後加個珠光 加個橙色的珠光 看看 看看 好像加金色珠光 給他OK 看看 一如金色 複色調 改什麼顏色給他呢 複色調 不如直接給他純金色 車頂有什麼改 迷你車架 嘩好噁心 想怎樣 嘩這個 是變成的士 我挺喜歡的士 這個 我先把它變成的士 有沒有看過這個顏色的的士 好 原料系統 加上給他 變速箱 加上給他 渦輪加上給他 遮陽版 嘩 綠色遮陽版 好噁心 就這個 復古佩卡特 嘩 弄成的士 車輪就不改了 就 先 看看 先 再加上 防彈梯 給他 加上 燒炭煙霧 還有 啡色 好 車窗 就長型禮車 要改變 就是這麼多 那 出去試一下車 那 都開了載具門 看看 弄成的士 有一個廣告是甚麼 Smell like a bitch 哈哈 哈哈 GDA的廣告真的有趣 好笑 好 那現在試一下車 嘩嘩嘩嘩嘩 好善態 現在下雨好善態 好 看看 啡色的的士 金色的的士 有沒有見過 那 這輛車 這輛車可以說是 毫無性能可言 你看 你看 扭力是多麼差 速度和加速度 明顯都是很慢的 這輛車不給你快 煞車也是不行的 好 唯一比較好一點 那算是 爪地力比較好一點 但是 你看 它的 是超級線 而且 扭力是超級差 這輛車是很明顯 真是給你 儲車用 儲一些古董車 收藏家專用的車 你看 整件事超慢 今天 有關鑽石賭場 度假村 這個DLC 新載它 王朝的私用 就來到這輛 雖然這輛車 可以說是 靈性能可言 但是我自己都很喜歡 這輛車 它的造型都很特別 而且有很多東西可以改裝 改裝到整輛的士 另外 它的價值是45萬 就不算太貴 適合一些很喜歡 草古董的玩家 購買來收藏 那好吧 那接下來 如果GDA Online 還有什麼新的更新 我都會盡我所能 盡快把最新的資訊 帶給大家 喜歡的話 就按個讚 拜拜